英国国会否决首相撤立沙梅和欧盟达成的脱欧新协议之后 星期三继续投票议决解决方案 最终以四桩赞成多数票 惊险通过反对无协议脱欧 同时也通过避免在任何情况下无协议脱欧动议 这意味着议会必须在20号再次表决 是否决定延迟原定在3月29号的脱欧期限 英国国会星期三投票表决是否拒绝无协议硬脱欧 最终赞成票312张 反对票308张 以仅仅四张多数票惊险过关 议会同时以320亿张赞成票 对278张反对票 通过避免在任何情况下无协议硬脱欧动议 反对派工党党魁卡尔宾指出 首相特丽莎梅一直强调 否决和欧盟达成的协议就只能选择硬脱欧 但显然议会已经再次拒绝梅伊的这两项建议 议会接下来必须表决是否要延长 原定在16天后的脱欧期限 在她看来延长期限已经是不可避免的 特丽莎梅必须负责向欧盟提出这项要求 但是她强调如果没有明确的方向 延长期限不会是一个解决方案 不过特丽莎梅表示 按照英国和欧盟的条规 除非双方达成协议 否则只能硬脱欧 我们可以离开与这条规定这条规定 我们可以离开与这条规定 我们可以离开与这条规定 但这条规定不过特丽莎梅 美意语带强硬地表示 议员们必须确保一定会达成协议 欧盟才有可能批准延长脱欧期限 不过有别于早前预定的延长到5月23号 也就是欧洲议会选举之前 特丽莎梅指出如果来临的20号 国会通过脱欧协议 她会向欧盟要求延长脱欧期限到6月30号 这也意味着英国必须参与欧洲议会选举